心中暗自思索了一通后 李火旺点了点头 老丈你说吧 都是些什么规矩 那个第一个 在我们吴家村 不准跟年纪大的人顶嘴 特别是跟我 山阳胡村长把石直举了起来 就这规矩 不但李火旺感觉到错愕 连其他人都感觉到错愕无比 他们本以为会是什么稀奇古怪的规矩呢 结果居然这么普通 这不是家规吗 真要拿自家家规来约束外人了 李火旺用手敲了一下旁边的狗娃 对着村长说道 您继续说吧 我们听着呢 那个第二个呀 就是我们这挨着林子 时常有林子里的活物从里面出来 别管耗子还是叶猫子 你们不能打呀 也不能踩着呀 要是在路上遇到 你们还得先让着 过去他们对我们无家有恩 这个第三啊 你们是外客人 凡是男的不准 跟我们村子的女人说话 这规矩往年没有的 可前几年 有挑货狼 从我们这拐了两个媳妇走 哎呦 一提到那挑货狼 我就来气 在村长的喋喋不休的念叨下 李火旺等人 逐渐了解无家村子的各种规矩 就连不能随地排进这种琐事都要提 水浅王八多 这破债子烂规矩还挺多 要不我们别再这住算了 虚声 安静地听着 这时 村长的规矩也接近了尾声 这个第十一条呢 就是晚上别点灯 晚上也别出门 还有最后一条啊 那就是别管什么时候 要等别人转过身在说话 千万别背对着别人说话 听到这话 李火旺 眉头 微微一皱 这最后的两项 让他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那如果我坏了这些规矩呢 会如何 坏了规矩 村长顿时两眼瞪到最大 底气十足地说道 罚钱 坏了一次罚一两 再坏就再罚 罚到不敢为止 别说 我们欺负你们外乡人 本族人也一样 李火旺忽然有种错觉 是不是自己想错了 感觉到有人拉 自己的下摆了 李火旺对着眼前的 山羊老人点了点头 放心吧 老丈 我们都是懂事里的人 嗯 那就好 要不然看到你们还带着两个孩子 我才不费这口舌呢 年纪大了 看不得娃娃吃苦 说着 他转身向着大院内走去 两辆马车在院子内停了下来 李火旺等人把被子抱进了有些没位的西厢房 等打扫完 整理完 日头已经开始偏西了 等一切都收拾妥当后 那村长再次走了进来 面带笑容地说道 那个 后生仔 晚饭要在这吃吗 要的话 我让娃他娘多做点 吃饭 李火旺心中意紧 别人的饭可不是那么随便好吃的 李火旺想了一想后 点头说道 那劳烦劳账了 看到老人背着手离开 李火旺对着小满使了一个眼色 你去厨房帮帮主家的忙 小满点了点头 走了出去 村长家里人也多 有六个儿子 两个女儿 再加上孙辈 吃饭的时候 几十号人十分热闹 这也是他敢收留李火旺等人的原因 在村子里 只要是儿子多 谁都不敢惹 别看住的是三进门的宅子 可无家吃的饭是 不顶饿的双蒸饭 菜也都是自家田里种的青菜 显得十分的扣搜 而且等李火旺出来的时候 他们已经开始吃了 一点都没有主人等客人的意思 不少的盘子都见底了 饭在那 自己盛啊 乡下人吃饭没那么多规矩 李火旺不在意地摇了摇头 不碍事不碍事 他带人向着墙角的蒸笼就走了过去 心中却开始默念起来数来 恰好在他心中刚刚数到十的时候 身后碗碎声稀里哗啦地响起 当他转过身来时 就看到包括村长在内的几十号人 全部都趴在了地上 昏睡了过去 呵呵 那卖货郎的蒙汉药还真不错 果然一分钱一分货 不管这些人是不是被那叫腊月十八的邪碎控制打算给自己下套 李火旺压根就不打算分辨 反正先下手为强 怎么都错不了 随着李火旺一一挥手 其他人迅速向着主家住的东乡房冲去 开始翻找起线索来 先找字 然后再找别的不寻常的东西 越古怪的越要注意 比如佛牌神位之类的 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花样 李火旺对着其他人说道 东找找西翻翻 整个三进门的院子被李火旺等人翻了一个底朝天 可是依然一无所获 并没有什么异常 怎么会没有呢 李火旺站在大堂内 眉头紧锁着想着这些问题 忙活了一天 除了村长外面的林子有点异常外 什么都没有发现 难道腊月十八在刚刚的林子里 不对 我刚刚看过了 这个村长是被竹林所包围的 如果腊月十八躲在哪 那肯定是在这里 翻到了他们家的银子 算吗 这时 狗娃用手捧着一些碎银子说道 看着李火旺那射过来的眼神 狗娃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垂头丧气地捧着银子走了回去 看了看外面的昏暗的天色 李火旺再次开口吩咐道 去把火莲拿来 把火点起来 李师兄不是不让点火吗 白领秒疑惑地问道 听到这话 李火旺双眼微眯 右手在腰间那一排行具上摸了摸 我就是想看看 就是点了之后 又能怎么样 如果说这个村子还有别的疑点的话 那就是这山羊胡子口中的规矩了 户之前被翻找出来的蜡烛灯笼 被迅速点燃了 整个吴家大院被照的灯火通明 李火旺坐着躺满人的大厅内 安静地等待着 天色也越来越黑 今天没有月亮 天黑得像被快大黑不照住一样 然而也就这样了 天黑归天黑 可是还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哈狗娃打了一哈切 背靠着柱子就开始打盹 其他人也仿佛被他传染一般 纷纷打着哈切 看着地上被迷晕的吴家人 李火旺心中泛起一丝疑惑 我难道真的走错地方了 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 一丝俏皮的嬉笑声 从院子墙头处响了起来 希希 你坏了规矩了